录播是第二场是Alive要对阵的是Dark 这个也是昨天我们已经录掉八本打狗哥了 然后今天我们开始继续录Alive打Dark的一个比赛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出生点位 地图是来到了一张深海暗角的地图 那出生在地图上方蓝色的人物选手就是Alive 老森 而地图下方紫色的重组选手就是Dark 有传闻说Dark最近加入了一支中国的神秘战队 不知道这个传闻是不是真的 真的假的 是的呀 不是有新闻出来了吗 哪个新闻 S4.163.com 今天出的 网易新闻 4月1号出的呀 4月1号你妈的 这能信 Dark上来打什么 但还是提速狗开 他所有打法都提速狗开 对我们前天是看了Dark打利益的比赛 我们今天来看看Dark打Live Dark是怎么样的 看看是不是判若两人 还是提速狗开 反正打法上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区别的 对 Dark的打法我感觉每一次开局啊 他只要保证自己不亏 也不是自己不亏 他保证自己小亏就可以了 只要侦查好 他只要保证自己不被人阴阴提示 对 有观众说4月1号天津那边出了限购 他妈的竟然是真的 我妈的政府 国家政府班那种什么限购令 怎么可能4月1号跟你搞笑吗 妈的你以为你敢 再说了愚人节又不是中国的节日 这不可能出来跟你搞笑吗 你这个你 这肯定真的呀 哎呦 先过来抓一个房子 这房子要死 直接开始也漂亮 这玩意肯定死了 对 他这个飞行路线就是一个死的飞行路线 这个地图很容易被抓房子的 你没有特别好平房子的位置 但是如果说你看到这个基地 基本上也能判断出对方什么开局了 对 阿莱武最贱的地方就是 他先出两个场面 就是摸准了 这个房子肯定能抓掉 这里是放下三卦很偷 非常偷 他抓掉房子之后 因为你的想法就比较多 你也不知道对方要打一波 也不知道对方要跑火车 还是对方要干嘛 他掏个经济 你就很伤 阿莱武这个整个战术准备 很充分今天 我真觉得 就是在 这种地图上 算大可真的很好算 哎呦看到了 对不对吗 大可永远都提速过开 你妈的老子只要算到你 你就很难 我不想打赢你吧 至少前期我开局就占便宜 他的开局实在是 这 太保守了 你偶尔也可以反反一波的 你这个提速我开局 是可以放一波的 反正我是觉得大可现在 还是缺少变化 这可能也是他为什么 不能封王的原因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当你变得很强的时候 你自然会选择球闻 对对对 其实这个有点像挨 我说挨在中国打比赛的时候 可能挨就这种感觉 就我觉得只要稳住 我就能够获胜 但其实不是这样 所以我再穿上来 基本上没看到什么东西啊 来而不是开局真是有点偷 他这开局不就是那个 崩崩流的变相版吗 崩崩流只是攻防升得很快 但阿赖伍 阿赖伍的这个打法 攻防 对 攻防其实不快 但他攻防就算不快 大可也没领先呢 大可进去走 已经没用了 这个看到 看到跟不看到 其实区别已经不大的 无脑SD啊 这时候 对 但是其实区别已经不大了 就是对方已经偷出来了 不管怎么样 就看到的话 至少心里面还是挺安稳的 对 对不对吧 至少大家是打运营 总比什么 现在看到什么 什么这种兵那些 都冲出来了 他要流程是先把兵银补齐 然后两船兵第一时间去压 再升攻防 对 这个肯定他们研究过的 因为可能这样打的话 就是更加容易能够防住前期的 这个一波 运营出来了可以压制了 好两船兵 这两船兵其实主要就压你司机利用的 对 农民方面 大可 六十三个农 六十七个农民 其实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战船兵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不小的麻烦 其实战船兵的目的 你只是为了出来过来少点找些军坦 不能让你军坦那么快的开出来 你这种四块 肯定有的吃肯定吃了呀 有便宜就站 没便宜就走 这是两船兵的一个精髓 连弩连弩连弩 他在操作什么 操作有些失误啊 送了一船兵 这个就有点尴尬 那一船满枪兵的那船运出 如果万一被打死就搞笑了 大可也是没有什么压力 直接把四季的钱甩了 军坦什么扑得很好 我感觉这一波打下来之后 大可刚才亏的东西都转回来 对 其实就一波子事 大可在开局 科技又快 现在独抱速度都好了 军坦扑得真的有点恐怖啊 七分钟 军坦已经到中间了 各种的在多线的 看有没有机会绕农民 这才是大可好吗 那个莉莉打的绝逼是假大可 你就感觉节奏很紧 我告诉你 不不 他打的那个可能就 这么躺着跟他打的 就没认真打嘛 说白了 我没认真打也不可能 打成这样 你别忘记黄许东 双方星际神霸这个游戏 双方基本功有一个质的差距的时候 你不管怎么打都是输好吧 不不不 有时候你 有时候比如说你 我跟你说 其实有时候你 就是什么 放空状态打的时候 是有可能会输的 你知道什么叫放空状态吗 什么 什么叫放空状态吗 放空状态就是你 你今天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反正也不知道为什么打开了心机 也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 打的什么你都记不住了 反正就那种放空状态 无意识的在花动鼠标 无意识 你打心机没有放空状态过吗 并没有 妈的我有时候打天地 就是放空状态 点点点点点点点 切尔赖夫三基地还是没问题 全部都开起来了 双线现在要的就是倾斜军坦 第一波出门 问题不大 其实俄赖夫整个人口还是全部都跟得上的 问题不大 对这个图其实人猪在出门的时候要小心 很容易被换家 而且在大哥军坦铺的那么好的情况下 他只要换家这个局面基本上可以拿下 打正面不好说 打正面 这边还是看操作 因为军坦其实地雷还是挺多的 对 军坦现在能铺到这个位置 完全就是因为第一波两船运输机啊 没有操作好 本来如果两船运输机压得好的话 军坦不可能铺成这样的 对 但俄赖夫从这个位置过去很容易被包哦 看地雷看地雷 看引人了 这位置很容易被包我跟你说 好 先引人 先过来引人 先把你的什么火车侠地雷全部引啊 然后从后面包一波 来了 已经包了 但是俄赖夫说得很好 被反包 上面又来的波兵 对 说得很好 说得很好 这波真的是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完全没想到 阵型分散得很开啊 前面光头 死了呀 我觉得 顶死了吧 这波 额赖夫后面还在接兵 我感觉顶死了呀 顶死了 顶死了 只要操作不失误 就顶死了 这怎么失误吗 这操作真的是 哎 真有点好呀 这操作啊 对呀 我说这种路口怎么失误吗 失误不了呀 这种路口 顶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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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可也是个猛的顶回来了 大可要反吃哦 那么凶啊 把运输一点光样 他现在到现在为止 主要飞龙没死 这个是最牛逼的 对 飞龙不死就有机会 他的主要没问题 狗还是不停地在造 你看32条狗一造 这波额赖夫未必顶得进去 现在 好直接上 直接上 地雷点掉 漂亮 他主要飞龙太多了 完全不死 好 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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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猛啊 大可 挡住了还要反扑 这是最关键的 我觉得他这个有点 有点过了吧 没关系 我飞龙又没死 我回去就好了嘛 还是死了一点 还有15条飞龙呢 他现在就等点独暴 等点狗 然后飞龙在上面强吃 对 光头其实顶在前面 位置感已经找得非常好了 那光头很怕飞龙点 他就保证自己有十几条飞龙 这个真的操作有点好 阿赖夫也是把这个三块的爆发力 基本上打完了 强行开四块 嗯 其实正面这个兵啊 其实对于大可来说 压力并不大 对 他现在人口里现在很多 82个农民 强行爆兵 阿赖夫这波送不起了 再送你们要输啊 阿赖夫 现在大可 他现在的主要地雷也没有 大可只要把军坦铺上去 就这个稳赢版的局势 阿赖夫其实在这个时候 应该序类一个了 就这种局势 其实飞龙最怕就是 怕突然正面上出来两个雷神 或者一个雷神 他是最怕的 他没有 没有时间去出雷神 他的VF产能 不可能是给雷神 肯定是给地雷的 所以他少了一个VF嘛 他单VF八并赢 我估计是 如果他不是这样打的话 他就不可能推得那么凶好吗 对 可能没那么大压力 好了呀 这飞龙已经无敌了 真的我觉得高手 高手就是飞龙 飞龙 你妈打了半天 飞龙没怎么死 这个太猛了 哦 双线滚农面 我来不能反应过来已经很猛了 但是没用了 也不错 也不错 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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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有一刹那机会 其实是有机会顶穿的 就那口气 其实 他接得上 大可就 其实我还是说的 就是飞龙没死 他这个飞龙控制真的好 为什么这些人助卵都那么强 这个地雷 落后70人口 直接滚脸就好了呀 这波 操作真的是 阵型把握的非常好 虽然说滚不过 打不过 但是 他每次都光头顶得很前面 对啊 机箱散开甩嘛 但没用了 大可也是这样 大可这个飞龙就打一下往后退一下 他就是没地面了 他飞龙就回来了 然后接一波地面继续跟你搞 打得好 这个 无话可说啊 这盘打的 我只是给我的感觉 就是他后面 扛的了一波 他助卵太猛了 对 完全没乱啊 这个助卵 我们打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打就是 我们要保存好飞龙 我们助卵就助不好 不要说了 保存不好飞龙 在那么紧的局势下 都是余钱 余钱很多了 对 我们如果要强行保持这波飞龙 我们的助卵就要出问题 如果我们全力去助卵了 我们飞龙可能第一波接触就没了 对 好了 那接下来是 18分20秒 18分20秒 对 要不要 第一里赢的是个假大可 绝必是假大可 我在22秒 你待会差不多就数啊 好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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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猛 真猛 我跟你说大可刚才那个 那个 抗压 抗压能力真的强 好 我们来看一下出生点位 地图是来到了贝尔11季 出生在地图下方 五点龙方向的是蓝色的人物选手 老森 地图上方11点龙方向的紫色的重途选手 Dark 老森上来拼一枪啊 第一手天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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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这个位置啊 那么飘啊 那么飘 这个位置有点过了吧 以后记住啊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嘛 要研究下去嘛 这个位置 一般都野右边两个嘛 对吧 一般都野右边两个 把野三逼 这太过分了 这位置有点屌 但Dark并没有裸霜呀 他是一个从来不裸霜的人啊 他提速口开的 你这野兵营 看操作啦 Dark已经都探了 他房子也过去了 他难道已经算好 Dark要这么打 然后他续波枪B 然后再A上去 有点聪明啊 我准备的非常充分啊 你看他现在没有去修地保 那就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他知道Dark肯定是一个 只要看旁边嘛 他现在就不去 他现在续B 你三会儿你把卵用了 你把卵用了 我再上去 对不对啊 或者你上 你叫两条狗嘛 你Dark每次都指出两条狗 我就等着你把那波卵用了 被针对惨了 不会这都看不到吧 还看不到 我操 这真的算死了 算死了 时间都算好了 对啊 两分十几秒 你刚好 刚好补两个农民 好 两个农民一补死了 后面还来一个 捷后员的地宝 Dark你妈都进了个呆 你妈这哪里来的 像我老子细节都做完了 他连右边都探过了 绝对是金的个呆 我操 金的个呆 这个没话说 现在只能被波脱农民了 这已经属于那种 你妈的 没办法了 农民包的还不错 很亏啊 他这个 农民包的真的还不错 老生有点贪 老生不贪 把下面基地打了 Dark还是死了 输肯定输呀 对 这太伤了 Dark这个开局 本来就死不起农民了 他从来还全部 还变成狗 基地还要掉 现在只能抢手 这个真的是算死了 算死 算死了 老生你啊 你有提出狗的 所以他后面再补个 地宝 就Dark根本就没想到过 我提速狗开 他妈都还有人 要野我三倍 你真的算死了 其实是可以 完全是可以野 死了呀 这个 你女王都这样了 就Dark自己都没想到嘛 这种什么人嘛 这种是个 现在我就卡这个位置 你有 你过来我就说 你过来我就说 刚好一个建筑学 你来嘛 你换嘛 你换好了 好亏啊 这个换的 这波继续把你狗甩光 然后上来还甩你女皇 基地还要给你打掉 再打个毛 再打 你有这口血 没有没有 还是要被打掉 随便蹭 因为机枪兵有点多 后面有这三兵 不断的枪兵是压过来了 他现在就缩在后面 就等那个呀 就等机枪就好了呀 我就在这里 他在这边 我猥琐就好了呀 对呀 我缩在缩在这里 你来嘛 你狗敢包不了 你敢去我家 我就去你家 大哥什么科技都没有 除了狗数 现在绕也绕不到 他只要蓄机枪就好了 这本来只能说老生 在赛前准备 做得相当到位 这狗 你这个狗露面 他整天 大概就直接上去了呀 那个老生就直接上去了呀 待会在上面守个路口 你怎么办 房子都被打 不知道打了多少个房子了 这个数量的枪兵就是 你一包就农民全死 现在卡到矿后面去 卡个位待会儿 你来嘛 这样就没机会了 季季啊 恭喜一下 Li50扳回一盘 准备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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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无话可说呀 别人准备到位了呀 你去准备的好 下一场几分几秒吧 二十分 还直接就开了 我们也不用 不用拖了吧 开了吗 没开啊 谁跟你说开了 那多少吧 二十 二十五 算了算 不用拖了 二十五分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五分三十 你拖吧 二十五分三十 然后呢 继续说 我三十了呀 我已经 我四十了呀 你等我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十 四一 四二 四三 好 四四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决胜局的比赛 地图是来到了破晓 所以在地图上方紫色的同学选手 就是 Dark 而地图下方 剑农方向蓝色的人助选手 就是 老森 我说 Dark 跟吃了屎一样 哈哈哈哈 你确有点恶心 提速狗开都被野三明英打死了 是有点像吃了屎一样 这 这我觉得 对Dark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对 他会变化了 这次 这次输了之后 他肯定会变化了 这证明你提速狗开也不是最稳的 别人还是可以算计 这盘我是Dark的话 就裸霜对吧 不不不裸霜 我还提狗开 我这两条狗先去旁边绕一圆 那已经是惊弓之鸟了 干嘛 现在就是惊弓之鸟呀 鬼知道你会不会再野我一个三明英 我Dark难道就不能成为进攻之鸟吗 Dark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的 就是成进攻之鸟这种说法的 完全没有必要的 他其实这个开局主要是为了主动 有提出狗 如果他求稳的话 完全可以裸霜 裸霜前先派个能力过来探路 能找的地方基本上都找了 他又是两个兵 先把你房子打了 这条狗 打不掉这个房子 打不掉打不掉 破小张地图 不是破小张地图很难打到房子 但我告诉你有些虫竹剑 就要看到你兵营 一定要上去 一定要上去看一看你兵营出的什么 你看他是不是进攻之鸟 狗各种在绕 是不是进攻之鸟 Dark也是进攻之鸟 你以为呢 慌得一逼Dark 那么虚干嘛嘛 那输不起输不起 也是啊 好 来看那个 阿赖布这一盘选怎么打 其实我觉得阿赖布现在这套打法 他还是就针对了Dark的所有开局的 反正前期还是被算到了 Dark前期有点亏 而且我明显感觉他很虚 这种局势他居然不开三框 先升房子树 真的 心理战术被打到了 没办法 这上一盘对他影响太大了 房子进去还被扫了一个 跑不掉了呀 看到的信息 怎么说呢 也算有限吧 不是老森你妈的准备战术真的准备的有点好 有点充分 他这个准备完全是看Dark 最近的这个比赛而准备的东西 万一Dark如果说 我摸什么 那个手指500次手指 只是为了演戏 他们这个也是循环赛 也是啊 他们这个也是循环赛 所以你说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虽然这个是循环 但是赢一场2比1也有多少 600 700美金 有点高了 对 不 我就相对来说嘛 就是循环赛上来说的话 双方可能就不会说 老森倒是准备的有点充分 我觉得Dark肯定就 就这场比赛就按正常套路来 就正常打就靠 打基本功 老森是想赢的 我告诉你 这盘他的运营完全是错的 也不是说错 就完全是乱的 就亏很亏 没有低盘那种 那么飘逸的运营啊 对很亏 先有女皇出来说 捅一下 就他的这个运营节奏 没有低盘那么流畅 两船兵也没打到什么东西 再来两船 这什么 这坦克吗 还是什么东西啊 他这个运营节奏是什么 坦克啊 我看一看啊 应该不是吧 导弹车吧 哦 导弹车 导弹车 他是 导弹顶上去 这个你妈的 这 哎呦 这打不过吧 这样 强行叠 这Dark被打穿了 哎 Dark狗太少了 刚才 或者就是那个运营的问题 他运营出问题 他偷了一波农民 而且他也没想到对方会带一个导弹车 这导弹车太吃火力了 这死了呀 这个 哎 我 我真的招不住了 Alive真会打比赛啊 就Dark前期亏了之后 他感觉Alive顶了一下 他收 他挡住了 他马上就偷了一波农民 这波农民一偷Alive 直接就投了一波 从实力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Dark的实力是高于Alive 这场比赛给我感觉 但是 从 准备比赛角度上来说的话 Alive准备的太充分了 对 打得非常好 都想好了 来的 嗯 那我们看 第三场比赛吧 第三场我看来是谁打的 他说这个就是跟Lily打的Dark 骂和蛋 你们要这么说 我也无言以对 说的没错 哎呀你妈的 等一下我看看 Dark自己也很无奈 中战术的 但星期之八就是这样 不是说你实力强 你就一定能赢 说比赛是正常的 不要打 不要打 Petions 谢谢大家 我们下视频的